上午好 这是特瑞克公司的树显仪表空气泄漏测测试台设备 和快速加紧工装系统 连接好控压机和管道 空气压力管 PU管 还有空气压力调节器 还有加紧阀 快速加紧阀 安装好工装 直接将工装放到测试台上 通好气源后 调节空气压力调节旋钮 调节到5公斤或者5.5公斤 压力大小 可以控制气缸顶紧的加紧力大小 调节控制阀 控制阀现在的空气压力是5公斤 往上抬起控制阀 气缸收缩 调到中间是空档位置 往下按 往下按 气缸加紧 现在气缸已经加紧 UV过滤器测试架 中间是空气压力大小 中间是空气压力大小 控制阀 往上抬起 加紧松开 往下按控制阀 往下按控制阀 即将加紧 两个旋钮 一个前进一个后退 可以调节控制 气缸加紧的速度 往下旋 往下拧紧 气缸行进的速度变慢 往上调 气缸行驶的速度变快 现在安装好 测试架 将发门调到最下方 测试架加紧 现在需要调节 空气压力 将空气压力调节到 5公斤 调节空气驱动 压力旋钮 调节驱动空气压力到 5公斤 或者5.8公斤 测试软件 按设置键 设置需要的测试压力 10公斤 一兆帕 设置合格压力 因为测试件 有可能会压力下降 合格压力设置到 0.98兆帕 保压时间 测试 设置20秒 或者15秒 再按一下set键 回到主界面 设置完成 现在打开气缸开关 打开高压开关 锡盒开关是关闭的 勾压表的实时压力 在这里显示 0.63兆帕 按启动开关 奔开始增压 几秒钟 到达 10公斤 现在开始保压 保压时间为20秒 测试结束后 长按停止键两秒 然后再按Delete删除键 关闭文明器 测试完成 如果在保压过程中 测试键泄漏 则文明器会响起 测试失败 也就是测试键 是泄漏的 20秒过后 文明器响起 测试刻格 实时压力会显示 如果压力不下降 那就是测试键 不是泄漏的 测试完成后 先关闭 高压输出开关 再打开 吸压开关 卸掉 打开高压输出 缴输出开关 卸车输出开关 青涯出开关 再打开存 ved bl里知山 线出开关 $3 地均 限滓出开关 接alk碎输出车输出哇烙束 太 doomed了 胃缓出开简 炙摆rix 确保测试系统没有压力后 打开 控制阀 然后再拆卸测试架 测试完成后 或者关闭高压输出开关 此时测试件 高压测试管道内已经还有压力 然后打开吸压开关 释放掉高压测试管道内的压力 然后再拆卸掉测试件 如果高压压力表 指针显示管道内有压力 请勿拆卸测试架 一定要吸完压之后 再拆换测试配件 谢谢